我們繼續講一下 液電子浮墨在DLSI裡面 第一個會放的地方就是STI Sherotion Isolation的解充 Sherotion Isolation之前講過它的刺層是什麼 它的刺層就是先氧化一層R3 用來緩衝第二層的Nitron 因為Nitron才有比較足夠高的抗機械硬力的材料 但是它本身又有很強大的浮墨硬力 所以靠R3來緩衝 然後石科就STI的地方之後 去填充卷電層 這個填充就需要用到CVD了 就可以使用HPVCVD 或者是NVCVD 但是使用TiOS材料 填充完之後呢 CNV码磨 磨平完之後呢 接著再使用熱磷酸 之前講過石科章也講過 它也用熱磷酸泡料 熱磷酸泡料之後呢 再用西式的HF或BOD 再把這個表面R3去吃掉 就會變這樣 那原件的Isolation區就會 做出來了 那上面這一張是TEM的 血流血的Isolation 然後覆蓋上去的CVD薄膜 之後要顯一下 那 接著 第二次會用到CVD的是什麼呢 整個換檔磷子層 覆蓋拿來 一開始先做Isolation Isolation做完之後呢 就是各式各樣的離子負責 要做NM要打PWale 要做PM要打NM NM打完之後呢 接著是怎樣呢 成長熱磷化成Gayasa Gayasa 是用熱磷化或加熱製成的減化步驟 接著是什麼呢 接著用CVD成績 多金系 變成雜體 那 因為它是私立騰 後面出來已經到 這邊講的是絕緣層 多金系 沉積上去之後呢 接著實車輸出雜體出來 雜體實車出來之後呢 接著要打 NM 前面講的 瘦子就要打硬盆 而瘦子會打硬盆 我們需要是一個 輕餐閥的 它就是高餐閥的間鋸 所以就需要做一個什麼呢 CVD薄膜 測低空間層 就這樣 我們在第一小時就等講到 雜體吃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形成Cyber Station 再去打硬盆 但比較濃的硬盆 是在各外側的地方 而內側用NMVD 或者叫做Sortium Extension 來抑制Hotier Effect 所以 第二次會沉積 絕緣層能 沉積不是成長 沉積的話就是在 Morl-Spec Gate 做完之後的Cyber Station 就像這樣子 Isolation 結束之後 接著熱氧化給阿塞 然後呢 沉積砸緊 砸緊 吃出來之後 先打一次音盆 打完一次音盆之後呢 接著沉積 Cylo Spacer 所需要的阿塞 然後再回時刻 整個抓H 非等向性時刻 直接垂直時刻下來 讓平淡的地方都吃掉了 吃掉了 側面還留有 側面空間層出來 那側面空間層之後呢 再打一次 濃的 比較深的音盆 變成一顆 N Plus N Plus 打進去 所以這就是 第二個 側面浮墨 而這個側面浮墨呢 因為我們要回時刻 吃成這樣 所以階梯覆蓋也要好一點 如果 你這裡又出現了 米老鼠的圖案的話 如果 你在沉積過程中 這裡又出現米老鼠圖案 你在回時刻的時候呢 這裡就會凸出來 這裡就會凸出來 那在打離子複製的時候 這裡就會遮住 我們只希望露出來的地方 希望整邊都可以打到離子複製 可是如果你這裡 有米老鼠圖 如果露出來的話 它就會打住你 離子複製的裏面 所以這個我們也希望 階梯覆蓋到後面 如果有塗出來 那下一步 打離子複製就會被打到 所以像這一步 也不希望有 不希望有懸吐 因為這懸吐會打到 我後續的離子複製 的圖案 好 這個沉積完之後呢 這就是什麼呢 金屬層 錢的接電層 金屬錢的接電層呢 它主要就是要 將公司被封住 並且隔絕金屬 因為接著後段製成 就要沉積金屬了 所以沉積金屬之前 要沉積這個接電層 我來看一下在哪裏 有多少位 就在前面一方就畫出來 在這裏 我在這裏 STI是第一次需要用到 CBD層級的R3 第二次是Spacer Spacer做完之後 的離子複製都打完了 那最後整個 要跟後面的金屬 要做絕緣層的時候 就需要有個金屬 錢的接電層 這個接電層 沉積上去的時候 這次要曉得是什麼呢 雜情跟雜情之間的孔性 現在看起來好像很寬 用過的好像很大 但實際上 在Memory S-ray或D-ray的價格當中 Gate跟Gate之間 其實是很接近 Gate跟Gate之間 是很接近 所以我們接著要沉積的是 金屬磁地的接電層 它主要是填充雜集 跟雜集之間的孔性 要填進去 要最後把它封蓋去 那對它的要求是什麼呢 接電場數要密 而且要能夠阻擋後續的可運動 離子的污染 會有離子的污染化 第三個 不管是什麼洞 我都希望是五孔公典細藥 以及最後填完之後呢 希望表面是敏感的 因為 當Memory做完之後 疊絕又成完 下一步就是要開 Content 接觸床去玩 而接觸床的洞很小 我們前面講過 整個半導體制人當中 對威力的要求 解析度最高的兩個步驟 一個就是炸擊 一個就是Content 而解析度越高的 它的景深就越不好 所以就希望它的表面越平坦越好 所以 這層浮坡成績 下一步就是Content 所以希望這層浮坡成績 完表面是平坦 而表面平坦呢 在早期 沒有化學機械岩膜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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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的就是在絕圓層 摻點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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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摻鈴摻鈴 可以讓它這樣 在加位的時候呢 它的原子會再會移動 那等於是整個浮坡呢 會有點像是 像玻璃一樣 會融化 有點像融化的感覺 它會重新的再流動 再流動之後呢 表面就會變得比較遺憾 但之後都是早期的 現在可能就沒有再用了 現在有CMP技術之後 就不需要 紅磷錫玻璃了 直接就是一個阿塞上去 CMP它模型 就最漂亮 因為其實是再流動 再怎麼流動 你要讓它完全流程是平寒的 要嘛就是溫度要很高 要嘛就是時間要很長 不管是哪一種 都不利於現在的VLSI製程 因為現在的VLSI製程 你要想到 現在的VLSI製程 原件已經很小 原件很小的情況下 短燈道效能有很多 短燈道效能要如何移植呢 就是要控制好你的Logan火法 你的參雜物的位置 要輕輕設計 可是一旦用了高溫製程 超過600度以上 工本就很容易破綻 早期的再流動製程 高達7-800度以上 開玩笑 簡直就是不可忍受到現在 現在絕對無法接受 再流溫這兩次程 所以現在根本就沒有 是為了PTSG 在MIRLINE的新製程下面 都把這使用CMP 所以早期的這個 再流動的製程 基本上 現在就比較沒有再有 早期都說了 二氧化氣 摻了0 摻了紅 你只要加了 才會再流動 就原本是這個角度很大 慢慢的 慢慢的就會流動 流動 越來越平淡 越來越平淡 但這個溫度很高耶 這個溫度你看 PSG要在1100度行 20分鐘 才會從這樣的形狀 再流動到這個形狀 當你摻了紅度越高 才會比較越平淡 現在這個溫度 就是我們來講 該死的溫度 絕對不敢去用 絕對不敢去用 現在就很溫度 而且呢 摻了0 0的濃度如果太高 電均反而很容易吸水 而一旦有水氣跟0 產生反應就會形成0 那就影響到後續的清除 所以基本上這個再流動 是整體沒有再有 你看這就是用 BPSG 在850度C的情況下 會從這樣的圖外 流動到變成這樣的圖外 你看表面都變得比較平淡 但是850度C 就會讓你的殘渣物移動 因為MOSPAT GANG做完 殘渣物離子不止完 退火完 我們就希望動本不要再擴散 所以現在就沒有再用這種活動 就是單純的填充 捲層進去 然後他摩托不舊 不會再使用高温子層 MOSPAT GANG做完之後 後段之層 都不知道多是半個水 都不會再操作 所以 現在都使用 化學機械研磨來取代 載流動 因為傳統的載流動頻度 你看 都至少都高大 半個水分 越老越舊的技術 就越高 越新的技術 就越不會吸收 0.18以後 就是已經用了CMD了 0.18以後 就用了CMD 甚至其實0.25就有CMD了 因為0.25就開始使用STI 0.25就有使用STI 0.25就有使用STI STI就代表CMD引進來了 引進來的情況下 基本上 基本上載流動就盡量避免 主要靠CMD 主要靠CMD 主要靠CMD去摩拉 那第一層疊黃之後 現在開始要金屬化製成 金屬化 是開湯配填金屬 然後 把不需要的金屬地方洗割掉之後 接著第一層金屬完成 那去做第二層金屬之前 就要在層積界限層 來隔絕第一層金屬跟第二層金屬 金屬跟金屬層之間 需要全層來隔絕 因為我們前方已經沒講過 一個機體電路很複雜的金屬領接線 必須要分很多層去拉線 避免金屬線跟金屬線之間 層入再起 所以接著就需要許多ILD 而這時候 基本上就不會有很深的空洞 因為下面已經低層已經平安完了 然後接著層積金屬之後 金屬的密度 沒有硬體體元件的密度那麼高 金屬需要的 金屬的 填金屬的問題主要是在哪裡呢 主要它的洞是比較深的 它的洞會比較深一點 那對於填充來講是問題不大 所以金屬界列層之間 唯一的困難點就是什麼呢 溫度要低 溫度要低 因為當你的平安壞已經很高的時候呢 後段這層基本上沒有很深的冬藥片 基本上主要就是為了要 沉積溫度要夠低 要壓在示範復習一下 再回頭給看一下 你看 當第一層封完之後 開始要做第二層金屬 摩水封完第一層金屬完 只要做第二層的距離之間 要來填充 而在填充的過程之間呢 第一個不要填的孔氣 基本上就浮 第一個數量比較少 第二個間氣也沒有那麼窄 所以填充都不會是問題 問題在於什麼呢 已經有金屬在裡面了 你的沉積溫度 不能夠影響到金屬 不能讓金屬融化掉 或是向你來練習 Face來練習 所以呢 從金屬之後的決定 他的要求就是溫度要低 基本上最簡單的就是溫度第一 只要求溫度低而已 而沉積溫度被限制在450度以內 那這裡就是舉個例子 已經有金屬了 金屬跟金屬之間要填 那填的過程中 有些他用SOG 不過這個是 這是這本所提供的case 因為有些洞不好填怎麼辦 我過這邊 如果是有些洞不好填 你又不能使用高溫製程 那還有一種辦法就是像填光族一樣 用懸圖的 你將你的決定 你說二氧化氣 融結在法學龍裡面 然後利用懸圖 Spin Coding 就像光族一樣 因為他是異體嘛 異體的時候就很容易無孔無入嘛 而且異體懸圖過完 旋轉完他會升級的 懸圖有個好處 Spin Coding 有個好處 Spin Coding 的好處是什麼呢 第一個他是室溫 室溫的懸圖 第一個他是室溫的懸圖 第二個他是室溫下懸圖 第二個懸圖完之後呢 第二個是填充力高 因為他是異體嘛 異體是五孔的路嘛 所以他填充的能力很好 第三個旋轉完之後呢 他會很遺憾 他會很遺憾 他有這些好處 但是缺點是什麼 缺點是這層溫的品質會不好 他的品質不好 因為最後一步是怎樣 那就像光旋一樣 懸圖上去之後呢 他要加入 把溶劑給揮發掉 那揮發完之後 剩下的材料 或是純的SL5 通常會包含一些有機物 或是來不及去除的東西 所以第一個 他比較不純 比較不純 結構比較差 結構比較鬆散 品質不好 品質不好 但是如果是作為 只是要填充進去了 那就 蒙湧 還可以 還可以 只是在現在的 輕易電路技術當中 也不會使用這一項 各位如果是在實驗室使用沒有 可以 在輕易電路裡面當中呢 基本上不太 不太使用這一招 這一招不太會去使用它 另外我們都還是希望 每一層撥墨的品質都要go 都要go 現在誰幹 為這一項 那單付寫iPhone到100%要怎麼辦 所以通常都要出每層撥墨品質都要go 所以呢 填充效好就是使用什麼 TILS 4E氧基細瓦 4E氧基細瓦 4E氧基細瓦的填充能力 9分 或者是HDB CPD 邊層積 邊層積 層積完10顆 再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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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開口就被打開 一單要熱絕就打開了 單要熱絕就打開了 然後再填充 就會了 所以相關好的填充能力 就是使用TILS 或HDC 那這個就是HDCPD的結果 反而當它腳步越大了 因為被離子轟擊下來 反而會變成一個斜腳步 所以就會變成這種肩腳 為什麼肩腳因為離子轟擊轟擊 朝亮的色障的轟擊 原本全部的地方都被切掉 變切掉 然後就變成一個開口 然後再填充 然後再上來 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這樣 三角形的形狀 的表面 通常就是使用HDCPD做出來 那當你成績完到這個硬度之後呢 開口就很大了 你就沒有所選擇了 你就會適用TILS 變成你要填很深的孔 你用HDBCPD 把這個孔都填完之後呢 你就不需要用到這種慢的支撐 HDBCPD的缺點就是它成績比較慢 你就想它又要成績 又要花時間去實核 又要再成績 等於是走前三步 只要先退輸 再成三步再退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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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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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充的力很好 但是速度慢 所以當你鬥都被填滿之後呢 已經沒有很深的鬥到填的時候 就開始採用什麼呢 成績速度很快的 PCPD 迅速的把它填滿起來 然後呢 再填上之後 一定會有高有力 有高有力 再用CMP把它摸一滴 就好 就這樣子 所以呢 它起碼是分兩步驟填充 先用HDBCPD 把孔性填充起來 再用速度比較快的PCPD 把它填滿 那填滿的過程中 當然會用高高低低 再使用CMP把它摸一滴 就可以啦 所以你會看到這裡 HDBCPD 要同時進行成績更實科 所以速率不快 它的缺球速率不快 但是填充能力好 所以 統性填充完之後 你就要改用高層級速率的PCPD 來覆蓋上去 最後再使用C跟CMP 把它摸一滴 那整個原件做完之後 從機靈變度所有的金屬層完成之後 在最後最上升呢 就需要有鈍化層 這個鈍化層呢 因為下面的金屬都已經完成了 最上面的金屬的溫度就要移 那現在各位講的要求是 最好是在400度型左右 有一個很高的接電強度 或高階機械強度的阻擋層 通常啊 接電強度又高 機械強度又要好的 那通常不是淡化系 淡化系 因為淡化系的機械強度 就比二氧化系還要高 而接電強度呢 兩層差不多 但是淡化系是K級高 K級高它就沒有辦法用在 金屬點擊線之間的決斷層 因為造成R系派之類的影響 可是在最後已經瘋魔的地方 都不錯耶 它就不影響 所以就會使用淡化系在最後一層 而只是所有在承遞淡化系的時候 對淡化系有趣的就是它有引力在 它的輔助力不好 所以要沉浸淡化系之前 都需要先沉浸一層氧化物 來緩衝力 並且增進淡化系的輔助力 所以淡化系也要去選擇一個 硬力強 一個行復力差 所以如果你是一般 在機械介入製程裡面 只要是沉浸淡化系之前 都會先沉浸成薄的氧化系 來緩解硬力跟增加輔助力 好 講完测性之後 看看什麼補墨特性 這個補墨特性呢 我就不太多講 因為這些補墨特性 基本上是用來幹嘛的 補墨成績完之後 你要去檢測補墨 通常會檢測它什麼呢 檢測它的测設率 並且推算出它的测磨貨物 那這部分屬於测磨兩側的部分 它屬於光學兩側的部分 這地方我們就有效果 那大家怎麼知道什麼呢 對於這個折射率而言呢 Synik的折射率是4 RxP-46 Nike是2.01 那就代表什麼呢 你會看到 完全的C是4 二氧化是1.46 淡化系是2.01 那代表什麼呢 RxNike就落在這之間 RxNike就是 RxNike就是 C的淡氧化物 O多一點往這邊跑 Nike引多一點往這邊跑 Nike引多一點往這邊跑 那如果C能過多 C可能越多都是往上面跑 因為這裡是C最多的 就這樣子 只是告訴你怎樣呢 氧越多折射率越低 淡越多折射率越高 C折射率最高 在性、淡、氧 它們三者對折射率的影響 那這些問題可能到 光學量測 我們做厚度的時候 它的參數值 那對於不過量測這個地方 我們也不多做介紹 因為我們在加熱誌程的時候 我們就有介紹過 加熱誌程你講過一次 不過的厚度靠什麼呢 絕大多數都靠這個火雲網 一做出來的 就是陸射企劃光 陸射線性偏正的企劃光 它穿落伏劃出來之後 會有不同的折射率 它折射出來了 它的企劃方向在那邊 它會從線性企劃 變成火雲企劃 我們去火雲企劃 它偏著的角度 可以推向 真正的伏木的N子跟K子出來 所以伏木射漏有的 就可以射漏過了 那再來是用眼睛看 因為折射出來的 光的干涉程度不同 所以它整個一些側心干涉程度不同 看到的顏色就會不一樣 這些在加熱誌程也都有提到過 那我從課本來再再一次 所以講了一堆光學測量的末木的技術 那這地方我們跳過 我要了解的是 整個成績的過程跟成績的機制 好 還有一個 用來看待末木品質好不好 一個重要的做法是什麼呢 Wave HP Rate的Rachel W-E-R 是什麼呢 比如說 我們前面講過 惡氧的花溪會被什麼石核 被青某酸石核 而你濕氏石核的素育呢 取決於第一個化學溶液的濃度 第二個 薄膜的品質 薄膜越松散 它越容易被化學溶液的石核 就要 薄膜越松散越容易被化學石核硬的石核 就好像冰 冰會容易在水裡面 如果你的冰的密度 冰面接激的很 接激的很硬 它的溶液會比較慢 那接激的不太好就容易溶化 它的結構如果比較松散的話 石核數據也是 好 好 我今天來這邊講 這呢 它是一個 在早期或在實驗室階段 要用來判斷融合物質 好不好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講的阿塞 我們前面講過 阿塞的石核套的是什麼 阿塞的石核套的是代步的HF 或者是BOE石核 說出來就是很佛的 容易去石核它 而阿塞目前告訴各位 有幾種方式 第一種叫做熱氧化 阿塞的石核 而阿塞的石核裡面呢 我們又有分為什麼呢 Dry阿塞跟威阿塞 就是你使用的是O2 或者是O2 還是使用的是O2加O2 不一樣 Dry阿塞品質比較高 但是成長速率慢 威阿塞成長速率快 但是結構沒有Dry的情況痴迷 所以威阿塞最好的是誰 Dry阿塞 所以威阿塞最好的是Dry阿塞 第二個才是威阿塞 畢竟威阿塞也是高溫成長的 因為這兩個都是高溫成長的 接著就是什麼呢 CB 那CB就有分APCB LECB PECB 當然還可以用什麼呢 你也可以用PB 用建築的方式 成績出來 那威阿就是會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而威阿塞越差呢 石核速率就會越快 石核速率就會越快 所以 因為Dry阿塞 有Dry阿塞的石核速率 H-Ray 假設Dry阿塞 H-Ray叫做H-Ray Y 而威阿塞 它的H-Ray叫H-Ray 2 那LTCE的阿塞 它的威H-Ray叫H-Ray 3 最好 那一般如果有Care 我都會拿最好的來看的基準定 這些都是Wave R-Ray的H-Ray 就是 時時時刻的後部 注意時時刻的時間 就是它的時刻速率 那我們一般Care是什麼呢 Wave H-Ray的Ratio Wave H-Ray的Ratio 就是不同的H-Ray之間做比較 所以一般如果拿Dry阿塞來當Reference 你的活墨的品質如果越差 它的時刻速率相比起來 它的時刻速率就會越快 Wave H-Ray Wave H-Ray就會越大 Wave H-Ray就會越大 Wave H-Ray就會越大 那其實這個 就 不好 我的希望 活墨品質越好 它時刻速率 濕式時刻速率 我講的是濕式時刻 因為濕式時刻很容易去認結構 乾濕式時刻反而對結構 比較沒那麼敏感 乾濕式時刻對結構比較沒那麼敏感 因為它就是 不管三七二十的空氣 跟用自由氣 可是濕式時刻速率就是 純化學時刻 它就會跟你的間接 跟結構有關係 結構越不好 就會越容易被溶解掉 所以 Wave H-Ray的Ratio 是用來我們判斷 活墨品質好不好 變得很重要的參數 跟Sandy 可以跟Dry H-Ray 跟Wave H-Ray Wave H-Ray 只要你的時刻率 越接近 Dry H-Ray 或Wave H-Ray 你的品質就會越好 比如說 比如說 用BOE去時刻 Wave H-Ray 1分鐘吃1000Android 1分鐘可以吃1000Android 1分鐘可以吃1000Android 那同樣的1000Android 那同樣的1000Android 如果是LVCVD疊出來的 你知道多快可以吃完嗎 20秒 甚至快一點10秒就不見了 10秒就不見了 你看差多少 10顆速率會是 會阿財的幾倍 如果是10秒就吃完 代表我的速率是他的 6倍 1要60秒吃完 1個10秒就吃完了 10顆速率差6倍 對不對 那就代表什麼呢 他的品質就很差 太快就吃完了 所以如果用另外一個 Wave H-Ray 成績出來的10顆的時間 30秒才吃完 那他的品質就會比10秒的 來的好的意思 就是這樣子 所以4次10顆速率 是一種都來判斷 果果品質 好不好的一種 指標 10顆速率比越低 果果的品質就越好 說出來 10顆速度太快就越不好 越快就越不好 所以一般我們就會看這個 Wave H-Ray Ratio Wave H-Ray Ratio 就是以熱氧化的 10顆速率 當作分 當作參考 而其他有DCB 或其他DCB 也除了10顆速率 當分子 兩個相處是Core 一半 一半 都是大一個 那更大的越好 越小就越好 10顆的越大就越好 第二個 我們很care 今天這次摸摸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Shrinkage 就是什麼呢 熱氧障係數 熱氧障係數 因為摸摸在沉積的當下 剛沉積上去的時候 是平的 可是呢 你製成結束後 你要趕到室溫嗎 溫度就會從高溫 降到低溫 降到低溫之後呢 熱脹很縮 所以只要是 霧胎摸摸 都會縮起來 它就看你縮的幅度 跟另一層材料相比 是比較大的 是比較小的 如果你的底層材料是斯里肯 那就要跟斯里肯的熱氧障係數相比 熱氧障係數 熱氧障係數越大 是代表什麼呢 他的溫度越一旦 加熱的時候 他剛越多 降溫的時候 他收縮的也越多 所以呢 一個加熱周期 降溫的時候 補過厚度 會有變少 因為他不 因為他力量會對熱脹冷縮嘛 他的厚度 會變薄 會變得更致密 那會縮進去嗎 縮進去會變得更致密 如果你的縮的總量 收縮的總量 就是差一樣 跟你成績的量相比 收縮的量越少 原始浮墨就越好 為什麼 如果你一開始成績的是 比較松散的浮墨 當降溫的時候 他一收縮 能夠收縮的空間就很多了 如果你成績的時候 是比較致密的 原子都已經很密集派熱了 那他在收縮的時候 能夠收縮的空間就少了 就讓人去已經很急了 你一降溫的時候 你要想讓他更急 能夠一起去外的浮墨就有些了 所以 越收散的浮墨 他高低溫時候 產生的收縮量就會越大 越致密的浮墨 他收縮的空間就少了 他收縮的空間就會少一點 所以 浮墨的收縮量 越小 品質就越好 品質就越好 所以 收縮量怎麼定義呢 厚度的改變量 出於你厚度的厚度 你沉積時候 加熱中心淺的厚度 比如說你的浮墨已經完成了 我今天拿那個浮墨 我要怎麼去驗證 它 好不好 拿到時候 在失溫的情況下 你就先量測它的厚度 然後加熱回 加熱上去之後 你們看到厚度會變厚 然後再降回來之後 它一個熱上的縮縮回來 不過會比原來的還要更消炎 因為你沒機會給加熱出燈 它就變得更靜一點 更靜一點 所以 你拿到一個無貨 你先量它的原子厚度 給它高溫 讓它膨脹上去 再降溫縮回來後 它會變得比原來的更暴力 而這收回來的這個收縮量 差一量 除以原始厚度 這個就代表它的收縮程度 收縮程度越少 這代表原來的無貨品質就很好 就很好 代表原來的節奏很強壯 很致命 沒有太多恐慌讓它 膨脹收縮 好 而下一步 這個收縮呢 會提到一個很重要的結果 是什麼呢 strength 硬力 這個部分是膨脹 在11層級的時候呢 影響原件熱心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影響電熱心最嚴重 就是膨脹本身帶有硬力 帶有硬力 好 那這硬力呢 可以分為兩種 那什麼叫本質硬力 又叫意思硬力 什麼叫本質硬力呢 本質硬力是薄膜在成魂跟成狼過程中 就產生了 什麼叫做結合跟成狼過程中就產生 代表什麼呢 比如說你的基板是洗基板 上面層級的是絕圓層 而絕圓層 絕圓層的原子跟原子之間的間距 跟基板的私立可能是原子的間距不同 可是接在一起 就是要產生間接嘛 而在產生間接的過程中 因為原子間距 也就是經格常出的低配 本身就會產生所謂的硬力了 這個硬力在接觸的時候最明顯 那這個硬力就叫做本質硬力 它是來自於什麼呢 來自於兩個材料 彼此之間 原子跟原子之間的間距不同 比如說二氧化系 二氧化系的原子跟原子之間間距比較大 SLEC跟SLEC的原子間距比較小 所以當氧化系沉積在SLEC上面的時候呢 SLEC的間接跟上面二氧化系的間距就沒有辦法完全對成 沒有辦法完全間距 那就會產生什麼呢 產生部分的間距的引力會被拉伸 所以本質硬力的主要來源是來自於原子結構 彼此之間本身就不依偏 他們經格常出彼此之間不依偏 就產生硬力了 那第二種硬力是 影響最大的 就是什麼呢 因爲膨脹系數去往做產生的硬力 當材料沉在基板的時候 沉積上去的時候是平的 但是降溫回室溫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這兩種曲面 一種是這種 這種叫負曲面 這叫正曲率 那這兩個曲面這個發生是什麼呢 什麼時候會發生這種負曲率 什麼叫負曲率呢 代表 代表什麼 這個就代表說 看一下我應該有 然後這裡 這兩個曲面 浮墨在 在升溫的情況下 沉積上去 沉積上去之後呢 接著要回到室溫 回到室溫的時候 的熱脹流縮 無論是基板 或是熱氧圓 都會往內縮 那這時候就會發現到 如果今天斯里肯縮得 比上面的 耐得多的情況下 它就會變成下面這種結構 下面的縮得比較多 上面的縮得比較少 就會變成這樣的彎曲 只要看到這個彎曲呢 就很簡單 你就想像是一個圓嗎 一個圓 照理說這個長度 跟這個長度 一開始是一樣的 對不對 降溫之後變成這個曲 就代表說 你就想像是一個圓 圓心在這裡 這是比較內側的表面 這是更外側的 誰跟周長比較長 因為外側的周長比較長 代表下面的比較外 代表什麼呢 下面比較外 要把他收縮得比較厲害 所以當下面的收縮得比較厲害 上面的收縮得比較厲害 上面的收縮得比較少的時候 就會產生下萬分的 這樣的形狀的結果 所以代表 它想要縮 但是它縮得比它來的少一點 它就會導致這個引力呢 收縮到它下面的一個拉扯的作用 收縮的作用 下面想要縮 被上面擋住了 上面縮的比較沒那麼多 代表什麼呢 我think 如果沒有上面這個補貌 我可以縮更多 因為上面這個補貌 使得我縮的沒那麼多了 那換言之 這補貌就縮到是一個 收縮引力的效果 所以這就稱之為一個 收縮補貌 所謂的收縮補貌 是指 它正受到收縮的引力 所以 這層阿塞的浮沫 在跟下面這次的接觸的時候 這個阿塞沒有收縮到的是 是你可能給它一個收縮引力 因為是你可能想要縮 是你可能想要縮 所以它是給阿塞收縮引力 反過來講 代表這個阿塞給自己可能 一個 伸張引力 因為自己可能想要縮 但我不讓 我反讓你 比你越是想要的更開一點 所以這時候阿塞給你 自己可能一個 Tencil的力量 自己可能跟阿塞 compressive 收縮的引力 而阿塞給自己可能 Tencil的引力 但是我們一般我們在命 這個婆婆是收縮引力 還是伸張引力呢 指的是這層婆婆受到什麼力 我們一站在命名這層婆婆 是Tencil的婆婆 還是compressive的婆婆 不是用它給別人造成 什麼力量的引力 而是擺過來 這層婆婆正遭受到 什麼力量的引力 所以這個形式來講 這個二兩化形 正在收到3肯的收縮引力 所以這個婆婆都稱作為 compressive的think 因為它這次受到收縮引力很像 反之 反之 反之如果是這樣凹下去的 反之如果是這樣凹下去的 很明顯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比較長 裡面的長度比較短 它收縮比較厲害 它收縮比較沒那麼厲害 代表我們這個基板 這個不過一個伸張的引力 因為我要寬 我要比較長一下比較小 我不讓你不變小 這代表什麼呢 我給了一個 往外拉的力量 所以這就是一個伸張的無謀 Tencil的think 所以一般我們在講 這層病是compressive的think 還是Tencil的think 取決於這層病受到什麼力 而不是它給別人什麼力 這完全相反 這個第一要聽清楚 所以我們一般講 這層不過是什麼因力的不過 是收縮力不過 還是伸張力不過 取決於這層不過受到什麼力量 這個這比較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而這個呢 從90難以下 開始用這種想法 在赤層上面 來改變原子結構之間的去 進而成長到宅子潛力率 所以它是伸張力率還是收縮力率 影響的最主要關鍵就是熱膨脹吸收 熱膨脹吸收 熱膨脹吸收越大了 你降空白來的時候 它收縮就越多 收縮越多就會導致你上面的伸墨 如果收縮沒那麼多 它受到就是你的糖會死的力量 所以如果你成績撥墨的熱膨脹吸收 你下面的來的小的話 下面會收縮的很多 你上面會收縮的比較少 你就會是 compressive力量 反過來上面收縮的多 下面收縮的少 代表上面的熱膨脹吸收比較大的話 熱膨脹吸收比較大的撥墨 它就會變成tancel力 它會收到tancel力量的影響 因為他們在誰收縮的多嗎 對不對 上面收縮的比下面的來的少 就會是糖會死的力 上面收縮的比下面來的多 它受到的是tancel力量 好就這樣 好我們直接先上到這地方 講到我過了硬定